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一赛季 当时由于成绩不佳最终降入中甲 自此之后 深圳队就开始了慢慢冲超之路 2016年深圳家照业集团入股深足 迎来了新时代 终于在延续三年的巨资投入之后 深足在2018赛季完成了冲超目标 将时隔七年重返中超 深足在中国顶级联赛有着归皇的历史 此前李伟峰 李懿以及政治等多名知名球员效力于此 2004年 中国足球顶级联赛进行改制 从脚A联赛演变成为中超联赛 而深足2004年获得中超历史上第一个联赛冠军 在2005年 身足杀入牙冠四强